如果國家最高民意機構 傳出這樣的送金聲 你會不會嚇一跳 第三次臨時會決戰前瞻預算 國民黨提了10421案 打算逐條表決 對疊起來足足有104公分高 傳出裡頭還暗藏金鋼筋 柯文哲市長每天要念金鋼筋 他主要是想我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中央政府 從蔡英文總統以下 好好的念一念 讓自己在那個非常安靜的情況之下 非常穩定的情緒之下 來做出政策 而不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金鋼筋就叫我小金鋼來處理 這個真的是讓全國人民看笑話 也讓全世界看國民黨的笑話 看台灣的笑話 日委不以為意 不過廖國棟辦公室表示 並沒有把金鋼筋當提案 但裡頭還是有不少古文 包括夏書 羽翼洪水13年 過家不入門 以及戀太宗 十四書等 要拿歷史當借鏡 如果覺得不恰當撤回 我們再補提一個案子也可以 不論提案內容是什麼經文 國民黨毛起來提案 還是造成威脅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明 積極與國民黨籍前立法院長王津平 國民黨新任秘書長曾永泉見面 主動釋出善意 希望能夠言商解決之道 現在還在一直在協商嗎 還在協商嗎 昨天才開始 今天也會去 所以黨團昨天也講授權 黨團幹部啊 跟民進黨籍協商 不敢替黨團決定戰略 前戰預算審查攻防 也是國民黨新主席 吳敦義的第一戰 朝野一盡一手誰也不敢大意 黃云新聞 坑黃云成 台北報導 趙承道 她暢 賀 然後 趙承道